这两天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一双鞋子引起了全世界的感动 如果不是一位游客用手机拍下这张照片 劳伦斯·迪普里默警官为流浪汉送鞋的这个行为 根本不会被人们注意到 纽约警察局在收到这张照片之后 并将照片发布在其官网主页之上 照片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近万条评论 网友们纷纷称赞这位警察 有一条跟帖这样写道 在一个我们内心绝望各种坏消息铺天盖地的时代 正是这种人性这种善举决定了我们是谁 愿上帝保佑 据了解两个星期前的一个夜晚 劳伦斯在巡逻时看见了这位流浪汉 在初冬的寒夜中还光着脚 并上前询问其是否需要帮助 而流浪汉的一句话突然间打动了劳伦斯 随后劳伦斯便跑去附近的鞋店买鞋 鞋店管理员知道这件事之后 还给劳伦斯按照员工价打了折 送完鞋之后 劳伦斯还主动邀请流浪汉 喝杯热咖啡 这位流浪汉说 劳伦斯送鞋就让他非常感动了 请他喝咖啡更是出乎意料 劳伦斯表示 他会一直把这张买鞋的收据 放在自己的防弹衣中 不是要炫耀什么 而是要时刻提醒自己 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幸的人 需要我们的帮助 感谢观看